搜狗中校馆截至四号早上 一共累计六名参展的厂商确诊 不过呢 三号是为了安全起见 是全馆都闭馆清销 四号则是重新营业 闭店一天后 除了十二楼 日本和风展要禁至三天以外 搜狗中校馆再开张 员工们陆续上工 也有人坦言怕怕的 所以我很早就来了 我大概七点就来了 他还没有开放员工上班的时候 我们就来了 送货人员提早出门 怕人多增加感染风险 不过和风展 每年吸引十万多人参观 只要有一例确诊 不容小觑 搜狗重新在全馆喷洒消毒水 十二楼框裂一百二十人 全体员工八百人进行快筛 有来过的民众 北市发出七万封细胞简讯 提醒大家注意 说实话感染也没有什么 因为就跟感冒一样 北市确诊连环报足迹也遍布各区 包含灿坤3C南港店 秦光市场CityLink松山店 中山区国宾影城好十多北投店 通通都有到过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按23849足迹 连续四天到过日康药局 是药局人员还是消费者 卫生局尚未说明 而按24396是知名面线店老板 北市呼吁内用者快筛 而按23980到过捷运六张离站 大直站是国防部外包厂商 还有南港高宫原先一名家长确诊 学生采检阳性 卫生局也证实学生PCR后采阳 扩大采检更发现 全校累积三人确诊 来自两个不同班级 全校停课到4月11号 有新北也有基隆来的学生 一个学校有两个班 不同的班级 有学生确诊的话 就是全校停课 校园社区确诊报不停 现阶段来看 北市疫情暂时没有收敛迹象 TVH新闻杨熊张慧仙台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